最新的娱乐资讯 最全的娱乐分析 最爆的娱乐看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与鱼 明星离婚在娱乐圈已是屡见不鲜 但无论怎么撕扯 他们都能心照不宣的做好同一件事 那就是利益的维护 黄小明和杨颖算是娱乐圈比较扎引的一对 他俩的八卦一直是娱乐圈中居高不下的话题 尤其是2015年结婚时那场耗费两亿的婚礼 梦幻浪漫奢侈 正足了面子 据说杨颖当天穿的那套高定婚纱上百万 六克拉的钻戒价值百万 而这些配置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上百位明星亲友团红毯千道 堪比颁奖典礼 伴奖团和伴郎团全是一线大腕明星 婚后杨颖的事业突飞猛进 2016年杨颖主演了都市浪漫爱情片 微微一笑很清澄 和古装传起爱情剧孤芳不自赏 2017年他们的爱情结晶 小海绵出生以后 两人的互动渐渐少了起来 2022年初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 同时发布声明离婚 都说娱乐圈没有真正的爱情 都是为利益而结合 那么这一对到底有没有爱情呢 或者曾经有没有 两人的相识源自于朋友的一场聚会 2009年5月的夏天 黄晓明在台湾拍摄电视剧 拍摄之余经常去歌厅唱歌 黄晓明素有K歌王子之称 就这样再次K歌时认识了杨颖 当时的杨颖仅仅是一名 混迹于香港和日本的嫩模 没有任何作品 也没有演技 黄晓明却说 他配不上我 但是我很喜欢他 自私以后 只要有时间 他们就会聊天 黄晓明曾自爆 他与杨颖很聊得来 彼此都非常懂对方 同年9月 黄晓明主演的《风生》在台湾首映 很多明星前来捧场 杨颖也赶来为其助兴 黄晓明对杨颖极为关照 不仅主动把他介绍给怀疑的几位老板 甚至向公司高层推荐杨颖出演全程热恋 当时怀疑公司的人对杨颖印象不错 而且也能看得出黄晓明对杨颖有好感 就这样 两人走到了一起 并确定了关系 恋爱以后 杨颖经常在微博晒出男友黄晓明送的礼物 非常甜蜜 2010年4月 有网友拍到两人上海密会的照片 后来黄晓明拍摄音乐短片 杨颖顺理成章的成了女主角 同年6月 杨颖还曾低调现身肇事孤儿片场探班黄晓明 两人态度非常亲密 黄晓明还给自己的女友包橘子吃 搭上黄晓明这个霸道总裁后 杨颖的事业有了很大的起色 再也不是寂寂无名的小模特 这对于事业心意志很强的杨颖来说如鱼得水 在黄晓明的帮助下 杨颖还成功参演了华谊兄弟多部电影电视剧的拍摄 2016年 杨颖与电影男神梁朝伟合作百度人 这部电影中 梁朝伟更多的是衬托杨颖 此后又在古装电视剧孤芳不自赏中 与钟翰良饰演情侣 以及后期与邓伦合作的《我的真朋友》 凭借着曼妙的身材和一副高颜值 杨颖在娱乐圈的名气日渐增长 但她终归不是课班出身 又没有经过专业的指导 所以她的演技一直被人们所诟病 高达一个亿的天价片酬 在剧中假吃抠图 面瘫脸等等此类表现 让她屡次被骂上热搜 黄晓明却公开表示 杨颖是个好女孩 她决心要帮杨颖实现所有的愿望 杨颖是个很有野心的女孩 在她觉得电视剧可能不太适合自己的时候 她又转战综艺圈 2014年 杨颖成功加入了《奔跑吧兄弟》的录制 她是唯一的女嘉宾 是众星捧月一般的存在 正是因为这个综艺的大火 让杨颖的名气直线攀升 靠着迅速积累起来的人气 大牌代言一个接一个 一跃成为圈中一线女明星 和当时同样很火的杨秘刘诗诗 唐嫣并称为娱乐圈四小花旦 风光无限 杨颖的袭击能力超强 据有关报道称 仅在2017年到2020年这四年时间里 杨颖的收入就达到了12.59亿之高 堪称娱乐圈女富豪 靠着黄晓明这条大腿 杨颖几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2015年 黄晓明和杨颖步入婚姻殿堂 杨颖的人生终得圆满 他们的婚礼极尽奢华 百味明星团助阵 轰动整个娱乐圈 被媒体称之为世纪婚礼 在2017年1月 黄晓明杨颖夫妇迎来了 他们的爱情结晶小海绵 小海绵出生在香港 据说在杨颖临产的时候 黄晓明全程陪伴在他身边 等待着孩子的降生 黄晓明工作室和杨颖工作室 分别公布了顺缠的小海绵 有5.9斤重 而之所以取名小海绵 是因为夫妇俩有海绵夫妇之称 夫妇二人得子的喜讯 在娱乐圈激起了不小的浪花 圈中好友纷纷抢着送上祝福 老牌明星像林心如书奇 任全黄毅 还有李晨邓超 郑凯等一众跑男的家人们 在小海绵的成长中 男人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19年杨颖参加活动 黄晓明全程跟在他身后 为他提裙摆 行为甚是贴心 走在前面的杨颖 却始终没有跟黄晓明 有任何交流和互动 杨颖32岁生日的时候 黄晓明在12点32分 发微博祝其生日快乐 但并未得到本人回应 而以往的生日祝福中 杨颖都是第一时间回应他 2021年1月18号 是小海绵三岁生日 杨颖带着儿子与奥特曼合影 母子两人笑意融融 小海绵还现场扮成了奥特曼 和另一个奥特曼一起比划动作拍照 有眼睛的网友发现 小海绵长得和妈妈更像一些 小海绵的生日会 全程都未见黄晓明的身影 有媒体造谣 黄晓明和杨颖恐将婚变 其实关于他俩婚变的绯闻一直就有 一开始双方还都否认 后面就直接置之不理 终于在大家这几年坚持不懈的猜忌下 他俩离婚了 2022年1月28号 黄晓明和杨颖分别在自己的微博发了同一句话 感恩过去所有一切 未来依旧是一家人 分得如此情真意切 文字一样 时间点也差不多 而且还互相爱的对方 这一通操作让一众吃瓜网友们不禁直呼 假得很 日前黄晓明接受过内地传媒访问 还有提及对感情的看法 他说我觉得人活到最后都是亲情 当你到最后会发现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会变的 不管是友情还是同事情 可能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转弹 但能够走到最后的都是亲情 因为他是无私的 他是付出的 由此可见 之前网友们猜测的婚变并不是空穴来风 从2017年到2022年 他俩的分手卡在七年之痒的时间段 回想起他们那场轰动娱乐圈的世纪婚礼有在昨天 然而当初的婚礼有多热闹 现在的离婚就有多落寞 婚后的两人虽说恢复单身 却也是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作为娱乐圈的好大哥 黄晓明曾公开在采访中讲过自己 是个习惯于迎合别人的老好人 无论在什么场合 他总是抢着做事情 尽力给每个人都留下好印象 黄晓明热衷于慈善事业 这些年一直默默地帮助那些该帮助的人 低调得很 对于年后的疫情 黄晓明捐薪了大量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 4月14号下午 黄晓明捐赠的1100桶食用油 6716斤面条 4500个面包顺利送到疫区 解决了村民们的燃眉之急 而这样恰到好处的行为深得人心 让黄晓明的口碑飞速上升 在大家眼里 他再也不是那个油腻讨贤的中年男人 黄晓明的老家是山东青岛 他身上有着山东人天生的淳朴和善良 除了慈善 黄晓明在事业上也没有懈怠 今年一部名为《潜伏者》的新剧 由黄晓明、蒋星、吴小亮参演 剧情风格类似于孙宏雷的潜伏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黄晓明跟蒋星处成了朋友 剧组庆祝蒋星杀青 他就在一旁陪着 还时不时逗得蒋星哈哈笑 言语中竟是对这位新朋友的不舍 两人的亲密互动引人遐想 是令网友猜测 两人将有好事 不过很快就被当事人辟谣了 因为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觉得 与对方传绯闻有点离谱 蒋星是豪爽的性格 黄晓明也一向直言不讳 两人的性格真的合适吗 44岁的黄晓明 由霸道总裁 逐渐的转变成了一个暖男 他有实力有善心 性格也越来越沉稳和包容 对于黄晓明来说 他的人生已经沉淀下来了 而另一边的杨颖 就有点差强人意 无论是事业还是人气 杨颖真正的爆火 是因为跑男这档综艺 如今的跑男口碑不同往昔 节目质量下降不少 而杨颖也从大女主变成了双女主 比起别的八五花 杨颖的人气肉眼可见的下滑 不仅如此 曾经以杨颖为长期合作代言人的一些大品牌 在合作到期之后也没有继续续约 比如某品牌珠宝 在一次直播带货时 工作人员竟然拿纸盖住了挂在后面的杨颖海报 虽然事后品牌方对此事给予了处理结果和歉意 但是足以证明杨颖不再是某些大品牌的宠儿 虽然此事惹得杨颖的粉丝们为她打抱不平 但杨颖在娱乐圈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离婚之后的她 非但没有学到黄先生一点低调的形式风格 反而被爆出公众场合不戴口罩 据说那天杨颖录制完综艺 直接去了峨眉山 说是祈福 路人要求合影 被杨颖以为化妆为由而拒绝 于是有人说她架子大 但是被拍到不戴口罩在庙宇之间穿梭 属实有点说不过去 毕竟疫情的特殊时期 大家都被限制出行戴口罩 即便是明星 杨颖也不应该有特权 其他的八五花杨幂和赵丽颖 一个自己当老板 一个靠演技站稳脚跟 相比于毫无演技 又无强大后台的杨颖来说 简直就是实力碾压 杨颖恢复自由之身 可能并不会如她的粉丝所愿 专心搞事业 就会再次逆袭 杨颖在事业上逆袭的可能性 还是很小的 不光如此 她的地位也会随之下降 不得不说娱乐圈里的夫妻 婚姻期限寿命实在太短 所以无论男女都不要觉得 结婚就有保障了 尤其是事业和安全感这两样东西 还是依靠自己最靠谱 爱情固然重要 但事业也一定不能放松 好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咱们